有一個王媽媽跟我說啊 她覺得很困擾 她說啊 冰箱的膠條每天都在擦 怎麼還會發霉呢 冰箱明明就是一個 溫度很低的地方啊 今天就把冰箱膠條本人 邀請到現場來 教大家輕鬆打掃乾淨 而且採用了清潔手法 非常的簡單又便利哦 哈囉 今天你好嗎 我是佐藤直士 讓我來幫助你 人體說納和清洗 別愣做糟糕環境 打掃你內心的瓶頸 今天需要的材料有 抹布 酒精 佐藤手法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先訂閱按讚 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哦 前置作業 觀察冰箱膠條發霉狀況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在冰箱側邊的膠條啊 全部都發霉了 這個位置是打開冰箱最容易接觸到的地方 而且也很容易產物納購 因此就容易出現一層黑黑的美斑 雖然 黴菌最佳的生長溫度 大概是25到28度左右 但是在低溫的狀態下 黴菌還是會存活 只是生長速度比較慢 除了溫度以外啊 還有兩個重要的滋養因素 像是冰箱們在開冠的時候 溫差所產生的水滴 或者是把蔬菜水果 裝在袋子裡面 形成的水滴啊 這些都會導致冰箱裂的濕度提升 加速黴菌的繁殖 再加上 不小心噴溅出來的湯汁 或者是食物掉下來的殘渣等等的 都會成為黴菌的營養來源 今天就來把它清乾淨吧 第一步 拿出抹布和酒精 先把抹布拿出來 對折兩次 即使用抹布的邊緣來擦拭 它會剛好符合冰箱膠條的這個細風 接著把酒精噴灑在抹布上面 千萬不要直接把酒精噴灑在冰箱的表面上哦 不然它可能會造成褪色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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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隨堂測驗一下 請問哪一桌抹布的清潔效果最好 A. 就醫物當抹布 B. 超細纖維抹布 C 布置不抹布 你的答案是 很好 答案就是 B 超细纤维抹布 因为这种材质上面的每一根纤维 都是呈现锯齿状的 所以针对细脚的污渍 特别有效 而且它又快干 不容易有味道 千万不要随便拿一件不要的衣物 就来擦拭了 这样子可是会事倍功半 如果打错了观众朋友 待会下方留言写三次 本集佳政 如何清除藏在细缝的眉斑 针对像这样子细缝的清洁 再送大家一个小技巧 请拿出小工具 叉子 记得把叉子直接包在锅布里面 直接去擦拭它 这样子清洁效果会更好 这里要提醒大家 酒精有消毒灭菌的功能 但是不具有漂白的功效 所以如果美盘累积比较久的 在擦拭过后 原本成绩的色素不一定带得走 如果擦拭完需要清洗抹布 你觉得太麻烦的话 那你还可以用其他东西来取代 例如含有酒精的湿纸巾 左边是清洗之前的样子 右边是清洗后的样子 让我们一起找回家的感觉吧 让我们一起找回家的感觉吧